哇,宝贝,你看,那里有好多闪闪八卦的宝物哦 真的耶,宝贝,那就是传说中的石灾故事童心格 我们赶快去一探究竟吧 哈喽,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今天过得好吗? 我是石灾故事童心格里,把幸福阳光洒在你身上的桑妮姐姐 小朋友们喜欢去海边吗? 大海是个神秘的存在 除了孕育万物外,还藏有许多宝藏,甚至是城市哦 在现代,越来越多海底城市被人们发现 桑妮姐姐记得以前看过一部动画片叫做《失落的帝国》 讲述了一位年轻人得到一本神圣的古书 她便和其他探险家一起译着这本书 找到了传说中的失落城市,亚特兰提斯 那是一座埋藏在海里的岛屿 让桑妮姐姐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今天,桑妮姐姐就要来跟大家讲一个水下之城的秘密故事哦 话说,穷都县有一位老太太,是独居老人 她手头上没有什么钱,日子勉强还算过得去 不知道从哪时候开始 每当老太太吃饭时,就会爬来一只头上长脚的小蛇 一溜烟,就躲到床下的角落 老太太看她可怜,便分一些饭给她 日子久了,小蛇便与老太太亲密了起来 小蛇一天一天长大,变成一只超级大蛇了 有一天,穷都县县令的骏马被这只蛇给吃掉了 县令大为震怒,逼迫恐吓老太太把蛇给交出来 老太太迫于无奈,只好说出蛇在床底下 县令便下令士兵前去抓蛇 士兵们查看床下并没有发现蛇 县令便说 就算把地给翻过来,也要找出来,给我挖 士兵们轮班挖呀挖 洞越挖越大,越挖越深 还是没有看到蛇的踪影 倒是挖出不少蚯蚓蛆鹊 抓不到蛇的县令生气极了 便迁怒于老太太,公报私仇 随便找个罪名,就将老太太杀害了 老太太无辜被杀害后 蛇变显灵附身在一位写文书的师爷身上 瞪着一双大大的蛇眼 怒气冲冲地盯着县令说 你这个昏庸的县令,为什么杀了我的母亲 我要报仇 从此以后,每个晚上,人们都会听到用像雷声 用像风声的声音,一直持续了四十多天 有一天,老百姓出门 见面后看到对方都大吃一惊 互相指着对方的脑袋说 咦,你的头上怎么会长出一只鱼 当天夜里,穷都县方圆四十里的范围内 连同房子和城墙都突然下线了 成了一个湖 日后,当地人变称这个湖叫县湖 唯独老太太的房子还安然无恙地屹立在湖面上 后来,打鱼的渔夫常常停靠在老太太的屋子旁边休息 如果打鱼时碰到了大风雨 他们就会赶紧把船开往老太太的房子旁边 便会马上风平浪静 在风平浪静的日子,往湖里面看 还可以看到城墙牌楼或房子的屋脊眼角的影子呢 而湖面水位下降的时候 还有一些胆子大的当地人会潜入水中 取得一些寝坏防射的旧木头 那木头质地坚硬 表面光滑,色泽乌黑亮丽 就像上了一层漆一样 有的人会将它做成枕头 当礼物送人 这就是水下之城的秘密 桑妮姐姐查了一下 故事中描述的线湖 应该就是今天四川西苍的琼海 当地水底有黑色的石梗子 跟刚刚故事讲的黑色亮丽的木头 刚好可以对应起来 也让古城的传说更加鲜明真实了 故事中的老太太饲养一条带脚小蛇 说明这不是一般的蛇类 蛇是冷血动物 为了保持体温 而以往较温暖的人类居住处 灵蛇居然可以吃掉县令的骏马 可见它的力量有多大 而老太太受到牵连被献令所杀 蛇附身扬言要报仇 使得人们头上长出一只鱼 又使全城淹没在洪水中 我们可以想象 短时间内 家家户户 整座城都淹没变成湖的震撼 洪水威力之大 象征巨蛇的怨念 也呈现出当时人们心目中因果报应的威力 这么看来 巨蛇有兴风作浪的能力 跟龙一样 我们常说 龙蛇一家 就是这个道理 小朋友有没有觉得 明明就是县令一家杀老太太的过错 却连累了全县老百姓的头都变形 又遭遇全城淹没在水下的报应 很不合理呢 嗯 的确是不合理 不过啊 这则传说的主要意义在于 现实中的官员跟老百姓之间的冲突 无法利用法律得到调解 当无辜的老太太被杀 人们便把复杂的心理状态 假托神异动物的力量 以大洪水的方式来报仇 这算是一种结合报恩 报复报应的故事 好啦 那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桑妮姐姐 下回实在故事同心格见咯 以上由 实在实在 网络教育学院制作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